好,今天我们也有练过22条公式的practice开始,好吗? 上次我们类似做过这个,那我就由这个exit开始,第14个是part3来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个part3,第3份,对不对? 那也是那句,我不希望大家温熟本书才做这些practice,我希望你没有背景下做这个practice, 去开始透过我第一版讲的那些,每一版最顶的提示去practice的,好,那我们由第14个开始了, OK,那原来呢,加这个lysium tetrahydroaluminate,加Dryida,一定要写1和2个,你看到这里写must be two steps的,那上次说过了,如果你将这一种东西, 就加上第二种东西,你不分开离架,这个有机会hydrogen,如果有火花会爆炸的,那所以呢,就我们不想那么危险的,那所以呢,就要分开,第一步做完之后,分了那种organic compound出去之后,再加这个东西, 这个formula给你,原来呢,这个exit呢,当它遇到这个时候,原来那个lysium tetrahydroaluminase那个h呢,和hydrogen ion的h呢,原来是可以 加了进去的,你看到第一个h,第二个h,那么第一个h就加了第一个,第二个h就加了第一个,第二个h就加了第二个,那么呢,就可以最后产生了一个primary的alcohol了,OK, 好,所以去到这些,第一步第二步,第一个h加第二个h,那么你发现呢,就可以将co double bondo的h插进去, 接着加x2,那就搞定了,那你发现呢,这样背东西的操作就简洁很多了,是不是,看着它来做而已,你看看这个,所以将coh加第一步第二步, 第一个h和第二个h,就可以拆了o加一个x2进去,那就变成primaryalcohol了,这个也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一个h,第二个h,这个,把它改成x2,OK, 所以,很方便地看,这些全部都是,加一个x2,是不是,加一个x2,是不是,那就可以,所以看错位了,这个,这个插了之后,加两个h,就是这个, 这个,这些都是,这个加一个x2,这个就加一个x2,是不是,然后给你认识他们的图,这个C就是这个C,是不是, 再拆这个hydrox小group出来,这些符号呢,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去熟悉它,OK,这个是这个,OK, 好,那这个自己玩,OK,好,接着第15,第16,就是原来加PCL3,再加这个,原来是可以将那个carpocytal exit 变成amide,unsubstitutedamide,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这个functional group carpocytal exit,就会变成这个functional group,那它的做法呢,其实就是, 就是插了个oh,接着呢,就是加了个nx3那个,就变成nx2,OK,所以就会做到这一个, 那我们呢,没有学到它们怎样贴来贴去变的,所以你只是记过结果就行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 那做完第一步第二步,插了这个之后加nx2,是不是,这个也是,插了这个加nx2,这个插了之后加nx2,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就看回那些第一步第二步,这个也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的,不可以将它们粘在,如果将这两个东西混合就会加火了 这只混合,这个就会跟这里反映的了,那就会变成那些什么hcl,又不知道pn那些东西了 那所以呢,这些会消耗了这些chemical,所以千万不可以分,不可以一步搞定,OK 好了,反过来想,我们经常都要好挑战你的头中尾,好,这次给了,其实除了上面这两步之后, 所以也可以加ammonia再加加热的,那这个东西就可以退回去,给回OH去,OK 那这些也是自己玩的,OK,好,跟着,今天呢我就,就去讲回那个Aster,那这样就,那我们做完这个,那那Aster呢,其实就是,那第一步 要做Alkline的呢,就可以斩开它,是不是? 跟着再加回X的话,那两步做完,原来会变了做carbossilic acid, 和变了Alcohol的,那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如果做完这两步之后呢, 其实斩开了Aster之后呢,这里粘回OH给它,这里粘回H给它,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那你会发现,OH和H其实就是水来的,是不是? 水就是OH和H这两个东西,是不是? 分开来放回去,所以你看看这里,所以当你这个Aster斩开了, 经过了第一步Alkline加热,再加一些酸、hydrogen磷给它呢, 这个呢,就会变成OH了,是不是? 这个就会加回H给它了,那这个就变成COH了,这个就是Alcohol了, 好,这个也是,COO砍开之后,这个记不记得,做完第一步第二步呢, 其实就加回OH和H进去,那COO这里加OH, 这里加回H给它,那你就可以变成这两只,OK? 这一只东西呢,你不调转写都不要紧的,这个调转写, 或者你写这样,人家都会当你对的,OK? 那当然我当然是尽量想你多看一些调来调去的符号, 等你熟集它,好,这个呢,怎样可以将这两个插开出来呢, 是不是?将这个Astar插去呢,你记住两步了, 那这个两步呢,就可以单战罪的,OK? 这样去做,那反过来,就是我们之前的Astarfication, 将这里合回,拿走了水之后, 接着将这里结合在一起,就会变成这一只东西, 所以这个再加回OHH, 所以是要经常做这些加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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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加OHHH,OH,OH这样的做法, 这个也是, 反过来,这个O就加H, 这个就加OH, 那就可以变成这个,OK? 那这些要熟集这些符号, 好,如果有两边Astar的话呢, 这个当然要加足够Excess的蟹组细, 让它斩了两边, 是不是? 接着这里就加OH, 这里加OH, 这里加OH, 这里加H, 这里加H, 那就可以出到这些东西了, 是不是? 一折的, 这个两折的,OK? 都是AlcoO这样去做了,OK? 那最后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圈来的, 最后呢, 要Acyclic, 就是不是一个圈了, 那就是本来一个正方形斩开, 这个是Astar来的, 是不是? 这里加OH给它, 这里加H给它, 斩开它, 好, 把这里拉直它, 其实直的意思都是熄熄的, 是不是? 那你发现有1点, 2点, 3点, 是不是? 所以有1点, 2点, 3点, OK? 所以第三点呢, 就是COOH, 是不是? 另外这个呢, 第1点那个就是COOH, 好, 所以就是类似这个, OK? 那么熟习一下这些画法, 当然说, 我不画成这样, 我画成这样行不行呢? 其实都可以的, 是不是? 没那么漂亮, 是不是? 那当然我平时上台, 和你练习, 就尽量画一些漂亮一点的, 让你们习惯一下, 去试一下做, 那但是, 有时候, 你们刚刚开始学, 又不是很熟习, 考试的时候, 怕错呢, 你画成这样, 都不是错的, 其实都, 没那么漂亮的, OK? 好,另外呢, Astar呢, 原来可以不用两步的, 刚才呢, 就一步, 第一步加Hydroxyl, 跟着再加热, 是不是? 第二步就加回酸, 原来可以一次过加酸加热, 不用中间加Alkaline, 唯一缺点呢, 就会回头了, 那回头呢, 就reversible, 就去不到尽, 就有少少浪费的, 不过, 都是一个选择来的, 所以呢, 可以加X加热, 跟着, 会reversible, 就斩下去了, 又是了, 其实就加回Ox2O, AQ solution的水, 所以这里加回OH, 这里加回H, OK? 那就出现了这个和这个了, 所以这个就是了, 什么东西是回头, 就可以斩开去, 是不是? 又切回OH和H, 那当然就是Hydrogen, 人同意了, 当然呢, 你最好呢, 就跟回你这份笔记的第36页, DEDB呢, 或者HKEAA呢, 就是考评局给我们的官方字眼, 36, 37, 38页, 那里其实就写得非常之清楚那个格式, 还有最少要出现到那些, 所以如果你看回第37页呢, 最后那个第18条呢, 其实就是这个, 你看到呢, 官方里面是写明要写AQ的, 还有呢, 这里要写Cummer的, 这里要写Head的, 那请你这些全部写足, 跟足它, 你可以写多, 但是不能写少, 对不对? 那所以就留意这件事, 好, 那这个和前面差不多一样的, 都是斩开去之后OH和H, 只不过中间这里有些不同, 就是双箭咀, 但是单箭咀, 还有有酸有简, 肯定是酸only, 那所以这些呢, 又在自己练, 好吗? 那譬如这些更复杂一点, 你认得到这个是Aster, 又认得这个是Aster, 那这个之后, 就斩开去, 斩开去咯, 这个OH咯, 这个OH咯, 这个加回H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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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变成这个和这个, 是吧? 就是这一只, 那另外这一只呢, 其实就是这一只, OK? 好, 另外这些, 找东西来吓你, 很大个, 是吧? 这个也是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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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只呢, 是Oil, 或者Fatic, 冻植物油呢, 就是这一种, 我们叫做Triester的东西了, 你看到有一个, 两个, 三个的Aster, 所以叫Triester, 其实原来我们大自然的冻植物油呢, 都是这一种Triester的结构, 那呢, 就跟着黏着一条长尾巴, 两条长尾巴, 三条长尾巴, 好了, 所以当这些油呢, 加Exit, 再加热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斩开了,斩开了,斩开了, 斩开了, 这里的AQ的水呢, 就可以爆开OH和H, 就会黏在这里了, 这里黏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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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黏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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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看是什么呢? 抄回它出来, 不要抄错了, 不用叫你背, 看着它来抄就好了, 所以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PoPain123Triano, 这种东西也可以叫做Gycero,一种金油,前面曾经提过 这种东西当然很容易用在水中,因为可以放水放Hydritin bond 另外这些,你会看到三条尾巴都一样 所以出来的就有三条尾巴加COOH,刚刚黏了OH 这些不要被它吓唤,只不过你认着Function Road Group这样斩就可以了 好,回到笔记,我们回到笔记,我们今天就 好,那我们就上次,这些A说了,上次 好,上次这些应该都说了,好,那我今次就由这个开始 如果我说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Hydrolysis还是Aster 这个,好像上次都说了,这个,L-Clyd Hydrolysis 刚才跟你练了,所以唯一它们不同的是什么呢 唯一不同的呢,所以你发现呢,我刚才和你的Practice 就是真是很实际呢,我们考试做的动作来的,知道吗 但是呢,你发现我的笔记呢,就摸定考试的哦 那我的笔记就是在这里解释的 你看到呢,如果它有第一步第二步,所以呢 第一种叫做Axid Hydrolysis,OK 刚才那些你没有用这么多的字眼的,是吧 还有很多时候呢,连真是加那些什么酸呢,都没有特别说的 你发现可以加大粒Hydrolysis,大粒Safrancic都可以 所以看我的笔记呢,会详细一点 但是又会走出来练到Practice,那种Operation那种操作 那你发现它是reversible的,是不是 加这个,那也是斩开了它之后就粘回OH和H,OK 斩开了之后粘回OH和H,是吧 当然你懂得叫名的,这叫名就是29课的东西了,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reaction就是30课的东西了 所以呢,其实基本上29,30和31是物不可分三个连环一起考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要很熟悉它,OK 另外呢,还说这里要加热的,是不是 那你记住那个加热呢,就organic的东西 加热就一定要用这种技巧了 这种叫做heat underreverser,就是这个东西了 有个reverser的condenser,OK 让那些chemical不要让它们走,OK 那加热又不会走,很重要的 你不能塞住那个塞的,加热塞住那个塞 会爆炸的,是不是 加热又塞住它,closed system,加热会爆炸,OK 我记得,双向战坠是reverser的,OK 另外那些exit可以做到catalyst,这些 另外上次,尼尾都有说的,就是很多时候呢 你加下去的ester呢,其实是油性的,是不是 一些动植物油来的,很多时候那些 那所以呢,它是不用在水的,那些exit是aq来的嘛 所以很多时候一开始呢,水和油性的东西呢 是混合不上,是两层 但当它一路反应的时候呢,它们慢慢呢 就会变成exit啦,还有呢,会变成alcohol的 那这些呢,全部都跟水分到hidrogen bond的 那所以呢,它们就慢慢呢,就会可以 放hidrogen bond的混合,就会慢慢呢 由两层two layer呢,就会慢慢变成一层了 所以有时候你怎样知道它反应完呢 或者你怎样知道它有进展呢 你看着它两层,另一层一路变化呢 你其实就可以猜到了 另外还记不记得呢,为了一个technic呢 如果加热可以smooth呢,我们会加些active bumping granule 让它不要说冲到上去火山爆发的那时候 你不release那些bubble 其实加这个active bumping granule就可以 让它们受热的那些气压可以快速这样release 令到它们不会捞捞捞一次的噴呢,就噴到上天花瓣的了 好,alkali那些呢,就单简咀而已,我不说了,这里 ok,那这里你看回个细节 我们说呢,就是在做完之后会变成COO 然后再加个孙子给它了 所以你看到呢,我们刚才就说第一步 然后再第二步的,那就慢慢写 就是这里告诉你解释 好,那最后了,去33页 上次我们刚刚说到这里就完了 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说到最后的四条 就是19,20,21,22 好,那就是A埋了 记得A埋是什么呢?A埋是这个东西 ok? 当然呢,我们A埋是这里主要说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这两个位置都是H 当然这条是长尾巴 这种呢,叫做un substituted A埋 un substituted A埋 好,另外一种的A埋是什么呢?就是类似这个 CO double bond O,N 这次就不是两个H 这次只有一个H 另外那个也是条长尾巴 ok? 这条长尾巴是放在N那里 这个呢,我们就叫做n substituted substitute A埋 就是说它在n那个位 这个叫n位 就不用叫它做1号位,2号位,3号位 这个叫n号位 因为只有它有n 你发现这个n本来有两个H 但是如果它被长尾巴濕了 我们就叫做n substituted A埋 ok? 那么我们根据syllabus 考评给我们呢,就主要学这种un substituted A埋 和一个n substituted A埋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这里有两个H 是不是? 所以其实这个被人拾掉之外 这个其实都可以被人拾掉 这种呢,就叫做n大 substituted A埋 是不是? 就是两个都是n,它拾掉两个了,ok? 或者有时候可以不叫它做大 substituted 可以叫nn substituted 都可以的 不过根据syllabus,它看来没有兴趣考的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主要学这两个就够了,ok? 所以呢,我们un substituted A埋 就学一种是酸的Hydrolysis 一个就是简的Hydrolysis 每一样学两条就有四条,所以就是我们的19,20,21,22 就是这四条,ok? 好,那我们看一看,好,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unsubstituted amide unsubstituted amide,你看到有两个H 是不是? 那么我发现呢,如果我今次是xydrolysis 就加酸给它,那就会怎么样呢? 那原来发现呢,加酸呢 说明Hydrolysis呢,其实就是加些水进去 去brick,去brick down 这个CN bond 本来CN double bond 去brick了这个bond 是吧? 所以这个brick这个bond呢,我们就叫做lesis 是吧? 叫做解开解 是吧? 所以叫lesis就是解 所以如果我们用电去解 解开呢? 我们就叫做electrolysis 用电去解开 解开什么呢? 就是将里面那些ionic compound 解开就变成element 所以由compound就变成element 解放一些element 是吧? 但是如果它是hydrolysis呢 就是用水去解它 所以它就是水解了 是吧? 所以呢,那 还有一种叫做pyrolysis pyro的意思就是热的意思 就是解了,所以叫做热解 就是加热去brick down 那些东西 好,回到这里了 所以呢,其实就是解它 是吧? 这次是水解,所以加水了 所以水又是爆开h和oh 所以你看着,又是co1o那里就贴oh 是吧? 而那个n就贴h 就可以解开它了 好吗? 但是你要留意,当你解开它之后呢 就出了这种是ammonia 那你知道ammonia是简性的嘛 是吧? 那如果ammonia是简性的话呢 那你加了酸,酸会选中和的 所以我们发现呢,ammonia 遇到你加进去酸,去水解它的时候呢 酸就和这个fondative compound 就会变ammonium了 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它最后出来的呢 就不是ammonia 原来在酸性的环境下 ammonia呢 会走多一步呢 就中和了,变成了ammonia 那acid就没有变了 因为acid是酸的嘛 你继续在酸,它就是酸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ok? 那我刷一刷它再看多次 它发生什么事 那你发现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斩开了之后 这里贴oh 而这里贴什么呢 你发现这里呢 这里呢 就贴了两个h 加回个正给它 是不是 所以这里呢 就会贴一个h 再贴第二个h 再给回个正 ok? 所以呢 其实它水解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边呢 就给oh 另外一边呢 就是给两个h 加个正 ok? 所以这边都是这样 是吧 斩开它之后 在酸性的情况下呢 这个呢 就给回个oh 这个呢 就会给多两个h 再贴回个正 那它就会变成n 2加2等于4 好吗?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 所以我需要你背的话呢 就是背这两个的组合 ok? 这个我不需要你解释的 因为你都不懂解释 你只懂得做就行了 好了 如果我那个是n substituted 其实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刚才都不太管 这里是什么 是吧 我们如果是有水 还记得了 斩开了之后呢 加些水下去 斩开呢 就是一边加oh 另外一边呢 就加 不是加一个h 是吧 是加两个h 加个正号 给它了 那就会变成这个 那就会变成这个 把这个一个h 两个h 三个h 加回来 就变成三个h 是不是 跟着一个 正好 那会变成这个 当然我可以爆开 这个氧的bond 其实是这样的 那其实某程度上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氧的bond dative-colon bond 因为它的lone pair 在这里分了一个dative-colon bond 那我们是第八货学的 这个 所以这个是基础 那便会产生 这个有个名字 这个 这些NH3症 NH4症 就叫做ammonium的疏瘦 不过呢 它有一个位 就是长尾巴 长尾巴 就当它的branch 就是alco OK 那这边呢 就是carbocytic acid 好 那另外 alclydehydrolysis 我们发现呢 就用碱 解开它 这个是用碱性 去水解 其实基本上呢 它就 都是解开 所以我就把这里拆开 ammon 那它解开了之后呢 这里就会变成OH 这里加H 不过你要记得 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碱性 来的嘛 好了 但是它出来呢 这种ammonium 是碱性 没有问题的 碱性和碱性 是自己人 这边呢 是酸 来的 所以酸呢 和你加下去 水解 它的Hydroxyl 是会酸碱中和的 中和之后 会变成什么呢 那这里就 脱了X症 这里就变成水 那这里就变成酷了 所以看到这里就变成酷了 而且 ammonium 是碱性 就继续在那里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喜欢那种 自然的C 以一个氧链存在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放回Hydrogen 氧链去 它 粘在进去 那就变成Ax 所以呢 以至呢 我们就有第一色 和第二色的做法 一会儿我们进去Practice 做完第一色 Alkali之后 再做第二色 第二步呢 就加Hydroxyl 最后呢 亦都是变成那两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试试 将第一步 和第二步呢 做一个快速的 shortcut 那其实就是斩开了之后 这里加回OH 这里呢 就加回一个 两个H 和加回一个淨 给它 这种东西 所以其实无论是Alkali Hydrolysis 还是刚才的Acidate Hydrolysis 其实基本上都是CO double bond ONH 这种东西 斩开了之后呢 这里加回OH 这里呢 就加回两个H 加回一个淨 给它就可以了 基本上和刚才那样 所以看看这里 这个就是了 斩开了之后 加了Alkali之后呢 这里就会加回OH 和这里加回H 但是因为简性嘛 简性就会和这种COH的酸呢 反应就会变成 这个就会变成 这个就会变成 这个就会变成CO2 就是这个了 CO2 和呢 变成Sodium的Ion 和这个 那很多时候 我们说 有carbon的那些 我们不想 我们想它变成Monocule 不想变成Ion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走多一步 加回H症给它 那它就会 因为Vex 就会很喜欢 所以那些 它就会变成H症 它就会变成H症 就会变成H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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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H症 就会变成H症 所以就会变成H症 所以就有一步第二步 那如果那一步是N 基本上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加OH,加一个H,两个H,加一个淨给它 所以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有Dative Coalium Bond的AMMONIUM Sorter 还有一个长尾板 好,那我们讲完22条,我们做个例子 Consider the foreign conversion,比如Benzamide,Benz就是有Benzim ring Ami就是这个,当他们刚刚Benzim ring出门口第一个Ami 我们作了一个新名叫Benzamide 如果你记得我们学过类似的名字,这是第29货学 就是Benzim ring出门口,如果是COOH,我们就叫Benzamide 这个是W记,这个是第二个要W记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Benzim ring出门口的是CHO 这个是Ldehyde,这个就作了名叫Benzeldehyde 就是Ldehyde,再加一个Benzim ring,我们叫Benzeldehyde 主要是认识这三个就可以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这三种的特别组合名是要认识的,应该都没有第四个了,在DSC里面 好,那回来我们正题了,接着有一个,应不应该是Ami 当然这还是Ami呢?就是Unsubstitute Ami 因为两个H来的,是吧? 好,那现在呢,就加1mol,1mol per dm cube的Soul 就加了一只Dilute,近乎Dilute和Concentrator之间 接着加热了,那你知道呢,它里面的AQ呢 就会水解了,那Soul呢,就能够作为一个Catalyst去帮它 还有一个Reactin,两样都有做,那这个就斩开它,加回OH,加回H给它 但因为是简性,那所以这个呢,就会中和了之后 就会变成COO-和Na症,是吧? 好,接着呢,就再加一个Reagent,那COO-那个就没有了, 变成H症,那很明显了,加回Hitrogen Iron给它,OK? 所以,那是什么反应来的?究竟由Benzamide变X? 那X就是这个,是吧? 那X就是这个,OK? 那这个其实就是用水去拆烂Bond,叫水解了,是吧? 这个Hydrolysis,再好一点呢,这个应该叫做Alcline Hydrolysis 那有些书就用这个,有些书就用这个 就是用Nan的,有些书就用Adjective的 那我自己的书就用,你跟我笔记,我就用Nan的,Alcline Hydrolysis 可以吗?如果你留意,前面是用Axid Hydrolysis 所以呢,我们,X是Nan来的嘛,不是Acidic 所以,如果去到Alcline,我们都用Nan,那个Alcline的Nan 就不要变成这个Adjective 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用Adjective的,不是简性的水解 而是用简去水解,是不是? 我用一只简去水解,而不是水解有分酸性、简性 呈现酸性、简性,不是 而是我主动加什么进去,所以用Nan其实是好一点的 好,搞定了,是吧? 最重要是让我看到你Hydrolysis的字 好,再下去了,Right structure,刚才说了,是吧? 就是这个了,是吧? 这个了,最好当然是写这个了 因为负的东西不会独立存在的嘛,一定会黏住症 那为什么是Sodium? 因为你用了那种是Sodium Hydroxy 再下去了,Subjective Y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那种酸 那你可以是Hydrogenion 或者用Dilute 用Dilute的Hydrochloroxid 或者Dilute的Sulforexid 都可以了 好,接着再下去了,Subjective YX 是more Soluble than Bancelic Exit 那很明显了,RX 就是一种Iron 是吧? Iron和水的朋友 足够Polar 而Bancelic Exit就是这种 这种就不是Iron 不过它可以同水方Hydrochloroxid 那你说同水方Hydrochloroxid 好容易一点 还是Iron和水 那种Dilute 和它做朋友 当然这个好一点 是吧? 所以我们要这样回答 首先要定性它们的性质 X是Ironic Company 是吧? 而Bancelic Exit是Monocule 是吧? 第一样东西你要让我看到 你是比较两种不同的 Chemical的性质 接着就是Bonding的性质 Particle的性质 你再告诉我 有什么不同 原来Ironic的性质 就是Stronger Interaction with Water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 它和水 其实是会放Hydrochloroxid 但是呢 相对于这个interaction 就没有 所以看到Stronger 已经是一个比较式 没有那么Strong的 是吧? 当然你可以说 和Hydrochloroxid 都不错 是吧? 但是都是做得差 好一点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东西 留意 它有一个Bancin Ring 是吧? 所以Monocule算大 而Bancin Ring 其实是比较浪Polar的部分 所以它竟然有Bancin Ring 像不像水泡 是吧? 我经常跟我说 像水泡 像水泡扔到海 会浮 所以Bancin Ring 其实不利于溶起水 那它其实有6个Carbon 是吧? 所以呢 它用一个Monocule很大 而那部分是Long Metal 来的 那就是说 Long Metal的成份很重要 那就是不利于溶起水 因为比较油性 Oily 那所以呢 就算它这边头 就算可以形成到Hydrogen bond 其实都得不上身 ok? 那所以这东西不是那么溶起水 那我们后面讲反应的时候 你会再了解它更多 接着我们揭去这份东西的第35页 我们又练一下Practice Practice 叫你complete equation 接着看看不见了什么 接着 或者write down the condition 那看看是头 是中 还是尾 是吧? 有些给头中 你写尾 有些给头尾 写尾 有时候 是吧? 不过这里就没有给中尾 写头 是吧? 所以头中尾也有写了 好 那应不得这个是Esta 这个是水 加酸 Esta 其实基本上 Esta 和A米都没有什么反应 是吧? 不像Alco Alco很丰富 很多条色 但Esta 基本上只有一个反应 你记住 Esta 只有一个反应 要么是水解 要么是不水解 最多是在酸性铝水解 还是简性水解 OK? 那也是解 所以我拆弄它了 是吧? 在酸性水解 我们就在这里加回OH 然后在这里加回H 它不是A米 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要么是Esta 所以斩开它 是吧? 水解的时候 留意 如果它纯粹是酸性的水解 就加OH H是水 是吧? 那就变成酸 是吧? 那变成酸 但是这次你发现这里不是酸 是这个 所以摆明这个应该就不是酸性的水解 而是简性的水解 所以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出来的东西就是 斩开了之后 这里加回H 这里加回OH 其实你能否认得到 OH和H 就是 贴了OH附进去 是吧? 将OH附分开两个东西斩开 OK? 这边照抄就是这个 这边照抄就是这个 OK? 那你用的就是酸性才能出到酸性的水解 这些都很欺人看的 我们要慢慢习惯一下 好,接着 今次这个是A 是吧? 最后斩开它之后 是X和阿蒙尼 是吧? 那就斩开它 是吧? 接着呢 这个呢 就黏OH 这个呢 就黏H 再黏H 再黏H 再给一个症 它就变成阿蒙尼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 不过去出硫黄 是吧? 那就是说 你这里应该有个硫黄 货的东西 那有什么是可以出到这些呢? 那很明显 一定是H症 是吧? 酸性的水解才能出到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HCl 当然全部的反应都是慢要加热 那当然也是那句 加热的organic reaction 一定要Hit Under Reverser 否则加热就跑掉了 好,再来这个 A埋 在L-Hydrolysis 斩开它 那这里就会变成O- 是吧? 而这个就变成H 是吧? 所以这边就会是COO- 是吧? 那Sodium症呢? Sodium症呢? Sodium症就留在这里 那另外Ammonia就在这里 OK? 那其实你看到 这个OH- 其实就分开了两部分 一个给O- 这边 一个就给H- 这边 所以O- 和H 配合 就是OH- 是吧? 那当然这个不是化反应 这个只不过我们方便 看回它的对照 对照 反应 好,最后 说三个 Exit Hydrolysis 和L-Cry Hydrolysis 和Esta 的分别 那是什么呢? 那 我将前面的Exit Hydrolysis 和Esta 和L-Cry Hydrolysis 和Esta 我全部放出来了 你比较一下 是吧? 大家都要加热 那现在要说什么? 要说它们不同 所以大家先说相同 我先说答案 加热 这个有加热 是吧? 它们不同的就是一个加酸 一个加减 是吧?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很明显 是吧? 一个加酸 一个加减 之外 另外一个会回转 另外一个不会回转 另外一个不会回转 一个单箭咀 一个双箭咀 还有呢 就是出来的product 一个就是出COOH酸 另外一个就是出COO-Iron 所以第一呢 刚才说 一个会回转 是吧? 另外一个不会 所以呢 要留意 要比较 这里写得不好 是吧? 你不要只是说 酸是这样 酸是这样 要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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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而是这个会回转的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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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叫做Carboxylate Iron Carboxylate X 剃了尾加A2 Carboxylate Iron 或者你写这个 RCOO- 是否很好的比较 不过要记住是真的有comparison 那种意味 这里没有,这里只说一边 这些设计不再说一次,很重要的 稍后我们会用这个 不如我们回到Practice 我们做完最后四条的例子 第19、20、21、22、4条 第一个,N-Substituted 公开试全部都最后加酸 有没有留意吗? 所以你发现公开试给我们的 那些,他很喜欢考考 他就不喜欢变成CO 他很喜欢黏回Hydroline 变成COO 变成M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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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着我这里给你的方法 是吧? 砍开它之后 还记得如何分 把水 砍开了 就是OH 另外一个不是H 因为酸的情况下 因为N是会贴两个H加一个正 你写下它 所以你分配它的时候 记得这个 就是一边 好像这样 一边就把OH 砍开了之后 一边就贴一个H 两个H 就加一个正 给它 当然了 你不喜欢写得这么详细 有些人会害怕这些东西 你写成这样 都可以写 长尾巴 跟着N 本来是贴一个 现在贴多两个变三个 跟着加一个正好 给N上面 那就very good 好 这边就试一下 做完第一步 Alkali 刷断了它之后 就加一个酸 给它 让CO贴H 那会怎样呢 那就会一边贴OH 一边贴多两个H 再加一个正 所以斩开了之后 这里贴多个OH 这里就贴多两个H 加多个正 所以答案呢 就是COOH 和这个 贴多两个H 加多个正 这里也是 斩开了之后 这里贴OH 这里就贴多两个H 加多个正 就像这样 OK 这里我又特意将它 由左向右 又变回 右向左 让你习惯多些不同的写法 让你可以熟习一些符号 好 再下来这个 什么情况下 会贴这个 和贴多两个H 加多个正 好摆明呢 就是第一步和第二步 第一步 Hydroxar加热 和第二步 不过呢 不过我们必须参考 看之前 必须参考 公开市的官方答案 这里有加OH 所以这里的答案不好 这里帮我加AQ 这里要加AQ 才可以 这样才能跟官方的最最准备的写法 另一边有一个A,另一边有一个L 所以当你加Excess这个东西再加Excess的酸 先做第一步,让它们斩断了 所以第一步,我试试不写快速写法 OH酸和简性反应变成O负,这里贴了一个H 即是贴了O和H,负,O和负就贴了这里 H就贴了这边,这里贴了H,这里遮住了 好了,接着再加酸,第二步,加酸就是这里 这里贴多一个H证给它,它就变成Monocule 所以最后答案就会变成COOH,这些要抄,不要抄错 因为酸本来这个是简性的,NX2有个Lone pair 所以它可以接受多一个H证 所以就贴多一个H有2变3,再加多一个证 OK,所以两边都会了 OK,不过它不是只有一边,看多一次 这边斩开了,这边斩开了,这边斩开了,这边贴O负,这里贴O负 这里贴H,这里贴H,这里贴H,就是做完第一步的结果 好,再做第二步的话,这里贴H给它,这里贴H正给它 然后这里贴H,这里贴H再贴H,所以最后你得到的就是第一个,第一个 好,另外一个就是这边了,这个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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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就是这只了 好,另外还有这个呢,这个就抄下来了,就是这个了,OK? 基本上看着它来改就可以了,不用特别背了,背不离了 另外这个呢,做完第一步再做第二步,加完OH之后再加X2正 本来是一个圈,现在就变成Acycic,就是Noccyc不是一个圈 即是打开它变回直链,这边就贴OH,这边就贴一个H,再贴第二个H,加一个正 这样拉回直链,看着有多少点,1点,2点,3点,4点,5点,6点 所以我们就点1,2,3,4,5,6,滑了它,熄了 刚才第一点是这个,第一点,那你就变成Acycicc 好,1,2,3,4,5,6,第六个是N,第六个N是有一个,两个,三个H加一个正 所以你可以一次过写H三个,黏回直链 那你写在N旁边也可以,或者写在Overall也可以,没什么所谓 因为大家都知道N在上面,这就变成直链,这个可以叫做Acycic 可以吗?这样去做,好,这个呢,有一个A埋,另外第二个A埋 所以可以斩开它,然后这里黏OH,这里黏2个H加一个正 这里黏2个H加一个正 所以将这里抄回出来,这里抄回出来,所以就得到这个和这个了 那这些是熟能生效的,好,看完19了,看20了 20呢,就今次Unsubstitute to A埋 这个不只是长尾巴不是 R而是 H 做法一样的是,斩大之后有去缴Fong 所以,加2H来加症會表现Armoneal 斩大之后,短生 Site、缴Fong 你看完本书都不会这样教你,所以一定要像online那样教你 你做事才会敏捷快意 斩开了这个OH,这个H 现在我不在这里解释,解释是筆记解 我们已经处理了原则和原理的东西 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方便,我们快捷地找到答案 因为考试很多时候就是要你写到答案 好,这里自己玩,好吗? 好玩的 21,21就跟前面一样,不过前面就是第一色,第二色 然后再加二,然后再加酸 这次就一加就加酸了,通常加酸就慢一点的 虽然是单箭嘴,但你发现n-substitute amy 或者n-substitute amy的做法是一样的 在酸性的时候斩开之后这个加OH 这个又是加两个H,加一个正给他 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 无论是分开两部先加减后加酸,还是一次加酸 其实都是一样的,明白吗? 唯一不同是有加减还是没有加减 应该是有分别的,是快和慢的分别 跟Rate有关,或者跟Yield有关 会不会出多些制成品呢? 好,这个又来了,斩开它,在Exit Hydrolysis的时候 这里就加回OH,这里就加2个H,加一个正给他 那就会变成这个了 好,另外这边斩开它之后加OH,这里就加1个2个H,加一个正 这个和这个了 好,再进去这个呢? 好,再进去这个呢? 对了,应应得有1个A,2个A,对吗? 所以斩开它了 所以这个就是斩开它,斩开它 黏着COOO那边,这边就黏OH,这边就黏OH 另外那边,N就黏1个2个H,加一个正 这个1个H,2个H,加一个正 那就小心点,不要抄错 这个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了 好,另外这个是否要有一个A,斩开它 这个呢? 这个就黏OH 这个就黏1个2个H,加一个正 拉直它,这个1,2,3,4,5个 所以你就1,2,3,4,5点了 随声 第1号就是这个,就写C O O H 第5位是N,就是3个加净,就完成了 这边先写这边,或者这边写过来这边是一样的 这种叫Acyclic 这些都是自己玩的,这个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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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去 不过我发现,大家留心点 162这个答案我发现印错了给你,请你抄下,这个才是答案 这个才是true的,我印给你的答案,这里印错了,一时copy and paste错了第二个答案 所以你看到,给点时间你抄我解释一下 1,2,3,4,5 所以这里是1,2,3,4,第5个就是N 贴上两个H加净 所以一边加两个H加净 这个不是particle的,这个是我们很单纯地加上去的清单 最后一条,unsubstituted A,在宣性的情况下照斩 其实不理你,substituted还是unsubstituted 都是这样斩,原定计划1个钟 刚才响了闹钟 所以稍后我们很快就,差不多说完了 不过我会做一两条MC 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练习不足 所以我和你做多一点 好,这里斩开之后,贴1个H,2个H加净 你看到我和你做了10次20次不止了,是不是? 在今天,那你就发现我记住了,我背住了,是不是? 这个就是amonium,这个是单纯地加上去的 如果你记得Astar在宣性的水解是要回头的 Astar,但是Amy的宣性水解就不会回头的 这是它的特性,所以你要特别记下它 好,接着你问一下这个,斩开它之后 在宣性的水解也是单纯地加上去的Amy 接着这个贴2个H加净 所以就变成amonium,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amonium的东西了 好,另外一个,这个加回OH给它 这里加回1个2个H加净 OK 这些都是这样做,是不是? 最后这个玩一下这个,能否认得Amy 这个也是Amy 当然这个Amy就更复杂了,是不是? 没有一个H的,不过其实做法一样,是不是? 所以这里斩开它 这个斩开它之后,这个斩开它 这里加回OH 这里加回1个H,2个H加净 是不是? 这里又是加OH给它 这里又是加2个H加净 好,把它抄回来 这个就是amonium 是不是?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抄了 这里抄,不要抄错 不过,不过你发现拆不开,是不是? 把这个和这个连住于这里,是不是? 所以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是不是? 把这个和这个,是不是? 本来这里斩开了之后就变开了,变开了,变开了 那你基本上是变开了 那我只不过将这里的1,2,3,我清一清画面 这一块就是这一块 要不要看它 所以有时都懂得摆好位置,方便认它 好,那这些自己练了,好吗? 我这些我基本上和她做完 那预告定了 Ms.Chan那班也是 无论我班还是Ms.Chan那班 我们考完试之后 因为现在我不收你的 这三份,Part1,Part2,Part3 Part1收了的,Ms.Chan和我都给你了 那我们这段时间就不收了 因为你们要放圣诞节假温书 所以我们会在考完试1月中的时候收的 那所以大家在一个星期好做好去 那考完试之后就顺便交的 就不用特别去做 没理由考试前又不做 考完试才做一次这么傻的,是不是? 因为考试前做,可以考试考得很高分一点 考完试做,你考试不懂的 好,那这些又是做完 自己用红笔去对 错的那些日后很值得看回 所以我不介意你错了 但是你需要用红笔去显示 让自己在自己,不是我 第二是你振的,我不用振的 你以后看你自己错的红笔 那就会顺利很多了 好,那这个呢 回到我们的笔记了 笔记呢,我和你做两三条MC 然后我就进入到32伙 中间我会给三分钟break 好,那现在呢,我们做一点MC 因为MC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做 因为它不是很沉重 但是又可以给你看多些字眼词会可能性 所以呢,就是一个很短练的提形 用MC 好了,它说以下这个alcohol是Tertiary 的alcohol 是吧? 还记得alcohol是OH 是吧? 什么叫Tertiary? 就是直接黏住的C的第一个 叫做alpha carbon alpha代表第一个 是吧? 在那些希腊文,alpha就是1 是吧? β就是2 加麻就是3 Delta就是4 这个其实就是ABC 英文的ABC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3 这个是4 所以有时候那些什么Delta病毒 Beta病毒 是不是? 有alpha 有时候有些叫做alpha 软件 有些Beta软件 那就是已经去到第二代了 是吧? 加麻软件 Delta软件 是吧? 很少说什么Alpha 加麻、Delta 有没有Beta软件 或者程式呢? 好,回到这里了 alpha那个 看看黏多少尾巴 是不是? 黏多少尾巴 什么叫尾巴? 黏着C 那些东西 是不是? 那就是什么不是黏着C 就是H 如果黏着H 那些就不是 Primary 不是Secondary Tersuary 所以Tersuary 3个 那就是黏着 那我们看看 黏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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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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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1个Beta Carbon, 所以这个是Timer 另外这个C有1个C2个C, 所以这个是Secondary alcohol 这个Alpha有1个C2个C3个C, 所以这个是Tertiary 这个C有1个C2个C, 所以这个是Secondary alcohol 过去有些人不喜欢这样看, 他喜欢怎样看呢?我介绍给你 有时候有些人喜欢挖H, 这个还有H, 因为每个C2个C4个C1 所以这个就没有H, 这个C没得再黏出来 这边看起来只有2个C2个C1, 这个是Secondary alcohol 即是有一个R,就是Primary,如果这个有一个H,即是有两个R,因为二间一等于三,一间二都是三 为什么不是四,因为其中一个一定是OH,所以剩下的就是三个,每个carbon form是四个 所以这个有两个R,就是Secondary,另外这个是0H,即是有三个R,所以就是Tertiary 所以有些人喜欢看有多少个H,有些人喜欢看有多少个C,如果你给我,我喜欢看有多少个C 因为这个1就是显示有多少条尾巴,2就是有两条尾巴,3就是有三条尾巴 看到吗?用这种形式的锻炼,你才开始明白,我不记得有定义到什么叫Primary,Secondary 但是你要进入到这些MC逐条,像我那样滑花去做,你才真正明白,明白吗? 第三条,下面哪一个不会react with ethanol to form? 这些是很抽象的,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写出来的,这个就是Ethanol 它说不会react with这种会变什么呢? 这种会变这个,1C2 这种会变就是这个位置 唯一变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OH怎么变成Cl呢? 你看看那22条是哪一条 你会发现第一个就不会的 第一个就不会的,因为第一个只会对付那些CH H,就不会对付OH那些 所以第一个一来就已经是not re-add 再看另外那些,如果是CORI的话 再加上Sulfreset 这个其实严格来说你是不懂的 如果考公开试,我会把它变成HCL 这样你就会懂的,因为根据22条公式 是没有B的选择,但是有E的选择 另外C也不会做的,因为PCL5 你是没见过的,我们看的是PCL3 其实PCL5和PCL3是一样的 都是里面很多的CL可以收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可以收到的 另外这个东西也是不懂的 其实这两个CL也是可以收到的 所以B,C,D也是会的 所以A不会的,所以A就是答案 所以这里留意,你不是什么都懂的 不过你本书讲得深一点 我会介绍B,C,D这三个 你认识一下,知道一下,不用背 所以我的笔记没有提到这三个东西 因为我的笔记是尽量跟着DSE DSE一定不会考的 好,做完第四条,给你休息三分钟 我们先下去32块 下面是哪个讨论关于PUL1IN和PUL1O是不适合的呢 我先画一画出来 PUL就是四个 1IN就是第一,第二个位是double bond 其他没有说,这些就是H 好了,因为我懒了,我不写H 但你公开试要写 PUL1O就是PUL1 就是4个carbon,全部是single bond 然后第一个位是no 其他那些就容易了 好了,那下面是哪个不适合呢 再看看两个都会decalorize 这一只会不会呢 那会的 因为double bond 如果加这个,double bond 就会变成Dino 是吧 另外如果是primary alcohol 这个primary alcohol 如果加这个,这个primary alcohol 它会变成一个carbocylic exit 再oxidase一次 再oxidase一次就可以变成这一只 好,所以第一句说话是对的 所以不是答案了 因为答案要找不对 第二,PUL1O是会和这一只反应的 如果这一只可以变成PBR3 就可以变成BR 但是这个PUL1O就不会反应 这句说话也是对的 因为double bond 是没有学过和PBR3这些反应的 所以第二句说话也是对的 所以又不是答案了 好,第四,两只都会react with hydrogen in the present of Pantheon 第一只会的 因为我们学过double bond 就加hydrogen 再加Pantheon 还记得这样 那就会变成Hydrogen 一个addition saturated 好,但我们好像没有学过 alcohol 加H H 会变成 所以alcohol 就不会的 alcohol 就不会的 但这个就会 所以他说boss就错了 所以答案应该就是c 好,不如我们做第四个 PUL1O是可以octained from heatingPUL1O 可以透过Al2O3 solid 和加热 更记得了 这个就会掠到水 掠到什么水呢? 就是alpha carbon hydroxyl group 和beta 第二个位的H 这两个合起来就可以脱了水 那剩下的就会变成Double bond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Double bond 好吗? 这个Double bond 之后就是这个 票瘟烟 所以这句说话又是对的 对的,票瘟烟是可以将票清瘟炉 dehydrate水之后变成 所以D也不是答案 因为这句说话是对的 我们要选incorrect 好吗? 好 好 这一两天就做完这些练习 不如我先给你答案 可以抄下答案 不要写在旁边 抄下答案 可以抄下答案 就可以在这一两天做完 你就可以一会儿六点钟发放的Google form 去做的时候 你有这些背景去帮你去做多些练习 就可以越做越精 好 抄到7800 我们休息三分钟 对一对时间 根据我的标现在是4点30分 现在休息一会儿 4点33分 回来 同时可以准备订32课的笔记 3 2 2 2 3 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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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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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